大家好 我是小凯 今天这节课呢 我给大家讲一下坐标轴范围的调整 坐标轴范围呢 其实坐标轴大家都知道啊 坐标轴就是 比如说在这个图形上 坐标轴呢就是我们的这是X轴 这是Y轴 有时候呢 我们想把它调整一下范围 比如说我的X轴 我并不想显示从-10到10 我只想显示从-5到5 或者说Y轴呢 我只想显示到80 那么我们怎么来调整这个范围呢 今天我们就来尝试一下 怎么去调整这个范围 好首先呢 我们需要画个图 还是老样子 这里呢我们画了一个二次曲线图 好这里呢我们画了一个二次曲线图 要调整这个坐标组呢 首先我们可以用一个函数 就是x is 如果你直接调用这个x is的话 它显示了 它会显示一个数组 这个数组呢有四个数字 四个数字呢分别代表的是 这个是x轴的最小坐标 x轴的最大坐标 y轴的最小坐标 y轴的最大坐标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这个图上 x轴的最小坐标呢是-10 然后这里对应是-10 然后它的最大坐标呢是10 所以对应的是10 y轴呢是0最小的 然后y轴最大的坐标呢是100 所以这对应的是100 好所以说呢这里面就有一个 很明显的方式 我直接在这个里面调整它的数据 比如说我想把x调整到-5到5 然后就写-5到5 歪着我要把调整到20到60 好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图形它就显示的是从-5到5 x就是-5到5 然后y轴呢是20到60 当然你可以看到它其实能显示出来的图像很少 好我们再把它调整回来 除了这种方式呢我们还有一种方式 它还有一个函数叫做xlimit xlimit它就直接是显示的是x的最小值和最大值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只调x轴而不管y轴 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我们就直接把x轴调整的-5到5了 好我们再把它划回来 当然我们可以调整y轴 0到60 y轴是0到60 看到最大的值是60 但有时候呢我们希望只调一边也不调两边 它这个里面呢其实可以自己添加参数 xmin等于-5xmax等于5 这也是一种调整方式 当然如果说你只想只想调整一边的话 我们先把它还回来 如果你只想调整一边的话 那你就可以直接写xmin 把xmin调整成-5 然后xmax不动 我们可以看到xmin呢它就变成了-5 然后xmax呢照样还是10 所以总结来说呢我们就是有三个函数 可以调整x y轴的坐标范围 一个呢是 一个是x这样 这个函数呢是直接调整四个数字 然后xlimit还有ylimit 它们是分别调整x和y轴的limit 然后xlimit呢你又可以指定只调整它的最小值 或者是只调整它的最大值 y也是一样 今天的作业呢就是需要大家同时用这两种方式来调整自己的坐标值 大家尝试一下就可以了 今天的课程呢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